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死后能找到阴间亲人吗 在许多鬼片里 我们都能看到人死亡后 不是朋友来接送 就是亲人来接送 那么人死后会在阴间团聚吗 在西汉时期 人们相信人死后 魂魄将分别去往泰山中的两座山 梁富和高丽 于是有这样一句话 在当时非常盛行 魂归良妇破到高丽 在我们古代 对于阴间的记载 有黄泉路和孟婆汤 但其中还有一个高高的石台要跨过 那便是发出阵阵阴光的望香台 这个望香台 是人死后与阳间亲人见面的地方 但不是真的见面 只是投胎前最后望一眼在世的亲人 根据记载 望香台是南无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体恤众生不愿死亡 便念家中亲人的真情实义 发怨而成 当死后的人走到了望香台 几乎就没有还魂的可能了 阳间的肉身 这个时候也差不多就到了 黄金入柜装脸的时间了 这个望香台的目的 是为了让已故的灵魂 能够最后一眼 看看自己的家乡 亲人 朋友 以及自己死亡的身躯 之后便走向转世之路 这个望香台 目的是告诉世人 不要等到后悔莫及 才留下悔恨的眼泪 那么活的人 有可能去到阴间找亲人吗 在搜神记 虎母班中 记载了一则泰山奇文 泰山当地人虎母班 受辅君之托 把一封信 转交给其女婿何伯 他送信回来后 见辅君 辅君要奖励他 正好 虎母班在地府 遇见了正在辅苦役的父亲 孝顺之心 加上父亲的嘱托 他便恳请 让他父亲免除苦役 并作为当地的土地神 辅君架不住他的苦情 最后同意了 但虎母班回去后 却发现他的儿子一个个死去 惶恐中 又到泰山府君那里求助 府君召来他父亲 一问才知道 原来他父亲回去后 思念孙子 就把孙子们的灵魂 叫到他身边陪他了 最后 府君免去了其父亲的神位 而虎母班以后 所生的儿子都安然无恙 但其实这只是一个奇闻 对于活人能去阴曹地府吗 这个问题 实际上佛法中有提到 我们活人肉身去不了地狱 只有有修为的人 在坐禅的时候 保持内心清静 灵魂会脱离肉身 并在佛菩萨的保护下 才可以下到地狱中 修为足够高的人 去地狱是一种神志 俗称灵魂去的地狱 大活人是不能去到地狱的 什么才算有修为的人 一般是指那些做事坦然 不杀 不偷 不赢 效养父母 行善积德 德行厚的人 一般在去世之前 有机会去阴曹地府去看一看 与活人过阴的过程极为相似 但是 这只是德行修为高的人 能做到的事罢了 二 阴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活人所生存的空间叫做阳间 而死人的空间被叫做阴间 在中国古神话和道教典集中 有着大量关于阴曹地府 鬼魂的记载 虽然没人见过 听起来又非常玄幻 但科学家们用量子物理学 证明了人死后的真实世界 并且大量科学家认为灵魂的存在 比如爱因斯坦对鬼的解释 以及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雷蒙德·A.穆迪 曾研究过 并记录下 人死后49天的全过程 在上古神话中 也记录了阴间的样子 当人死后 到达阴间有十三站要走 分别是土地庙 黄泉路 望乡台 恶狗岭 荆基山 野鬼村 迷魂殿 丰都城 十八层地狱 供养阁 鬼戒宝 莲花台 还魂崖 另外还有石殿阎王 牛头马面等等 而在西方文化传说中 有的则是 牛头人 人马 长脚有翅膀的恶魔 堕落天使 惩罚恶人等等 这些都是上古时期 就流传下来的文献记载 至于真实场景 没人拍到过 也没有一个人类看到过 难以解答 曾有一位过阴的人 去到过阴间 或许我们可以从他的叙述中 得知一二 其实 阴间和阳间一样 有自己的秩序 有着和阳间一样的管理制度 有着自己的节假日 阴间的鬼魂 也不都是穿着古装的 多以在阳间的厌气时 穿的衣服为主 但阴间的鬼差们 还都是有自己的制服着装的 阴间有自己的话语 一般咱们普通的活人 是听不懂的 好比一个成语 鬼话连篇 人有人语 鬼自然有鬼话 阴间的世界最显著的特点 就是没有阳光 没有生机 雾蒙蒙的一片 死气沉沉 凡人无法摆脱轮回之苦 无法摆脱生老病死苦 爱恨离别痛 那么能看到这篇文章 也算提前有个准备吧 免得到去的那一天 手忙脚乱的 三 阴间的人能看到阳间吗 人死后便消失在阳间 有人认为 他们在阴间 其实过着和阳间一样的生活 但值得好奇的是 阴间的人能看到阳间吗 来自一位通灵者 向我们叙述了 在阴间发生的一些事情 清朝有一位法律界名人 一天睡梦中 他突然见到一个人 来找他有事相求 来者看上去非常谦卑有礼 他便答应了下来 又过了几天 出现在梦中的那个人 再次出现 这次来 是要接他去公堂 后来才知道 这个地方便是阴间的地府 从此之后 这位名人先生 在午休和晚间睡梦中 都会去地府做明判 也就是阴间的法官 后来有人询问他后 整理出一本书来 记载阴间发生的一切 根据书中记载 法律界的名人 在阴间做过四五年时间的判官 主要负责 华北五省人 死后十个月之内的案件 超过这个时间的 就不归他管 当询问 为什么他会去做阴间判官 在前几世的时候 曾经做过这个工作 在阴缘指引下 这事又做回了这份工作 根据他介绍 在阴间没有相关的法律 来约束行为 只是根据案情本身 便可以有判断 不需要过多的考虑 人的善与恶 可以通过看人头顶上的 红黄黑白光圈来判断 从这里就能知道 人的思想善恶 另外 人看不到鬼神 而鬼神可以看到人 听到人类听不到的声音 种种行为 鬼神都可以一目了然 其实在阴间的很多事情 和阳间是一样的 阴间有阴间的语言 有阴间应该遵守的制度 但根本来说 阴间的事情 信则有 不信则无 阳间的人 看不到阴间发生一切 但就有上述 去阴间当差的人 向我们阐述 经历的一切 阴间的人来到阳间 或许也有可能 或许也了解阳间发生的一切 这就没有证据证明了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叔说 小叔陪你一起 阅读成长 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人死后去阴间 能见到死去的亲人吗 如何才能和亲人团聚 快看看 你身上有吗 一起来听 大家都知道 每个人的生命 都是有尽头的 有人说 死亡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孤独 而亲人 是人一生 都不可磨灭的羁绊 人之所以害怕死亡 是因为害怕 死后再也没有人相伴 害怕陷入永远的孤独 所以 很多人都想知道 人死后 是否能找到阴间的亲人 是否能和死去的家人相聚 如果真的存在 阴曹地府的话 阴间团聚 便不再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但这个愿望的前提 是世上有阴间 或者说 有阴曹地府的存在 对于世界上 有没有阴间 科学家给出了两种答案 有一类科学家认为 世界上并没有 所谓的阴间 阴间只是存在于 一些书籍 或者影视剧中 只是人类编撰 和思想构建出来的东西 人死了以后 身体和意识都会消失 而它们最终会分解为量子 这些量子还会进行重组 从而形成新的生命 还有一类科学家认为 阴间存在还是不存在 都需要用科学的方法 进行证实 因此 这类科学家做了大量的实验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家 曾做过一个实验 他认为 阴间也是不存在的 不过 他却认为 人类世界存在着灵魂 这位科学家 把几个冰死的人类 放在一个特质的秤砍上 结果 这些人去世的那一瞬间 他们的身体 就会减轻几克的重量 后来 这位科学家 把几个病人减轻的重量 平均算出了一个结果 就是25克 因此 这位科学家认为 少去的25克 就是人类的灵魂 当然了 也有的科学家提出了质疑 所谓的25克就是灵魂 只是凭空猜测 并没有真凭实据 毕竟 人死的一瞬间 人体机能会停止运转 也会消失一定的重量 退一步说 如果这个世界上 真的存在阴间 存在灵魂 如果人死后到阴间 真的能找到亲人 也要看每个人 生前的因果报应 从宗教的角度来看 人死后在阴间 是有亲人的 但是能否找到 则是一个未知数了 因为每个人 都会受自己 在世时做的事情的影响 各有去向 能否找到 要看缘分 比如说 好人世事 可以上天堂 坏人死了 则会被贬下地狱 还有因果循环 认为人死后会投胎 进入六道轮回等等 所以 可能每个人在死后 会受到不同的因果报应 会去不同的地方 这样 阴间亲人相聚的可能性 就如同大海捞针了 但如果仅仅只是这一点的话 还是有可能 在人死后 能找到阴间亲人的 但阴间肯定有阴间的规矩 就像神话传说里面一样 不可能放任魂魄 四处游荡去找人 而最最关键的是 时间上的问题 因为没人知道 人死后会在阴间待多久 有可能是永远待在这里 也有可能是马上就已经投胎 或者去了别的地方 当另一个亲人来到阴间的时候 先到来者可能已经不在这里了 这些都是猜测而已 因为没人知道 死后是否真的能和亲人团聚 所以且行且珍惜 其实阴间亲人能不能团聚 都还是个问题 别说一个大活人了 除非是修行佛法有了神通 那还有一点希望找到阴间的亲人 好多人都好奇 能不能去阴间找到亲人 毕竟亲人之间感情深厚 按照民间传说来说 人死后都会重新投生 就算再找到亲人也不认识了 因为在投生之后 身体和身份都换了 据说只有有修为的 成了大菩萨的 才有神通找到前世的亲人 而且知道是哪一世的亲人 在古代 对于阴间的记载中 有黄泉路和孟婆汤 但其中还有一个高高的石台要跨过 那便是发出阵阵阴光的望香台 这个望香台 是人死后与阳间亲人见面的地方 但不是真的见面 只是投胎前最后望一眼在世的亲人 还有人认为 如果真的有阴间 那亲人之间应该会认识的 据说进入阴间之后 只能停留49天 之后就会去投胎 也会因为前世的造化不同 会进入不同的轮回 比如生前修行 或者是善事做的比较多的 死后可能会进入天堂 相反则可能会进入地狱 古代一些人认为 人在死后会聚集到一个地方 可以看到之前自己死去的亲人们 也就是说 人死后可以与自己的亲人团聚 不过更多的人认为 人死后是不会和亲朋好友相聚的 因为从迷信角度来讲 人们知道 人在死后会过奈何桥 喝孟婆汤 这是人们心目中认为 人死后在地狱所要做的事情 很多人从迷信角度上讲 也认为人死后不会和之前的亲友相聚 可能是因为 人一死就要走上麦河桥 喝下孟婆汤 重新转世投胎了 这个时候 没有办法去寻找 当时已经先死去的亲友们 这也是为什么 不能够在死后 到地下与亲友们相聚 当然 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拥有阴间 拥有轮回转世的意想之上的 没人知道 人死后会去哪 人死后的世界 到底是什么样的 谁也不知道 因为 人在死后就回不来了 这可能是永远困扰人类的一大谜团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 人死后 或许是要去四维空间的 到了那里 也和这里一样 还是原来的一家人 去了再回来 来了还是要走的 周而复始 也就是说 四维空间里的生物就是鬼 就是那些死去的人的灵魂所在 而且 有可能这里除了普通人之外 还有很多我们传说中的生物 比如说龙 或者是像天庭一样的神仙 我们人类目前是科技文明 或许在四维空间内 我们的文明将有翻天覆地的改变 甚至能够修仙也说不定呢 上面说到的都是亲人和自己 都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后的猜测 那么活人能够去阴间找亲人吗 佛教认为 活人能去阴间的唯一办法 当然是修行佛法 正德圣位 以神通力去阴间找亲人 地藏经中 普罗门女就是这样做的 而民间也有活人到阴间 去找亲人的办法 只不过这是一种 很普遍的迷信活动 民间俗称过阴 据说一个想到阴间去看望已死的亲人的人 在香烟缭绕 神竹通明的密室里 神婆或神汉念几句咒语 焚化几道符纸或者文书 他的灵魂就会逐渐离开肉体 飘游到阴曹地府去 他在过阴的时候 还会把看到的一切讲出来 并且做出各种动作 但回到阳间来之后 他对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 却一无所知 根本回忆不起来 起阴活动起源的历史非常久 自然有一套颇有迷惑性的手段和技巧 神婆神汉 在搞过阴活动的时候 便会借烧香 点烛烧纸钱和念咒语 跳大神等 造成神秘的气氛 使要过阴的人 更容易接受他们语言的暗示 按照他们的诱导性语言去想象 并且无意识地讲出 他们所想象出来的事情来 其实 对于民间传说 信则有 不信则无 任何事情不必钻牛角尖 遇事随心 做好自己便好 对于人死后 会不会去阴间 会不会和阴间的亲人团聚 你有怎么样的认知呢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会在阴间里一直待着吗 至亲的人死后 是否会在阴间相遇 很多人对此十分好奇 古人们对于地狱当中 人们的生活还构想出了种种场景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古人构想中的阴间 是什么样子的吧 死后能找到阴间亲人吗 在许多鬼片里 我们都能看到人死亡后 不是朋友来接送 就是亲人来接送 那么人死后会在阴间团聚吗 在古代对于阴间的记载中 有黄泉路和孟婆汤 但其中还有一个高高的石台要跨过 那便是发出阵阵阴光的望香台 这个望香台是人死后 与阳间亲人见面的地方 但不是真的见面 只是投胎前最后望一眼在世的亲人 根据记载 望香台是南摩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体恤众生不愿死亡 惦念家中亲人的真情实义 发愿而成 当死后的人当走到了望香台 几乎就没有还魂的可能了 阳间的肉身这个时候也差不多都到了入柜庄炼的时候了 这个望香台的目的是为了让已故的灵魂能够最后一眼看看自己的家乡 亲人 朋友 以及自己死亡的身躯 之后便走向转世之路 这个望香台目的是告诉世人 不要等到后悔莫及才留下悔恨的眼泪 这就是古人构想中的已故知人与在世之人见面的方式 至于死后在阴间能找到亲人吗 这个问题 古人则是没有对这方面的构想 阴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活人所生存的空间叫做阳间 而死人的空间被叫做阴间 在中国古神话和道教典籍中有着大量关于阴曹地府 鬼魂的记载 美国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雷蒙德·A穆迪曾研究过并记录下的人死后49天的全过程 认为人死后确实有灵魂的存在 但是对于地狱和天堂则没有任何说法 在我国上古神话中也记录了阴间的样子 当人死后到达阴间有13站要走 分别是土地庙 黄泉路 逛香台 得狗岭 荆基山 野鬼村 迷魂 殿 丰都城 十八层地域 公养阁 鬼戒宝 莲花台 还魂雅 另外还有石殿阳网 牛头马们等等 而在西方文化传说中有的则是牛头人 人马 长脚有翅膀的恶魔 部落天使 惩罚恶人等等 不过以上这些都是古时候人们对于死后的构想 是凭空虚造的 实际上鬼魂和地府等都是不存在的 人一生痴迢迢来去 生前死后皆是空 阴间的人能看到阳间吗 阴间的人能看到阳间吗 影视片的大部分的鬼都是与我们人一起生活的 他们能看见我们 但是我们看不见他们 那么影视剧里拍出来的是不是现实呢 人死后在阴间的人能看到阳间吗 阴间有自己的话语 一般咱们普通的活人是听不懂的 好比一个成语 鬼话连篇 人有人语 鬼自然有鬼话 阴间的世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没有阳光 没有生机 雾蒙蒙的一片死气沉沉 阴间第一站 土地庙 刚刚过世的亡灵教生魂 亡者肉身四大分解后 承载着生命信息能量的载体 从身体中经过大概12个小时的时间分离出来 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灵魂 灵魂在脱体的过程中会很痛苦 所以家人最好是不要动他的身体 以减轻他的痛苦 每一个地方都流土地庙 有些是我们阳市的人肉眼看不到 但他却是真实存在的 给我的感觉就和电视里看到的牙齿是一样的 古字古香的装饰 中间一张棕红暗桌 上有本地的户籍册 记载着本地的山川河流 人口牲畜 人缘多少等等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土地保一方人 一个灵魂的出生和死亡都要经过当地的土地庙的 土地虽然神位低微 但却是家喻户晓的正神 人人不敢冲撞 更是天下各路堂口和神界沟通的一个重要使者 上到表文的传颂 下到拜金的焚化 都离不开土地公共的帮助 当有人阳寿已尽 迎兵会拿着勾魂牌和批票 押着王魂到土地庙通关 土地公共要打开本地户籍策进行和食 此亡人细数本地人士 切实寿终正寝 又一一和食并无任何宗教信仰 便在批票上盖上本地土地大印 通行阴间 在土地公共审案的两边有两个通道关口 一个是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路 一个是前往阴曹地府的黄泉路 一个关口光明万丈 一个关口漆黑无比 阴兵压着鬼魂化作阴风踏上了黄泉路 阴间第二站 黄泉路 常听人说黄泉路上不好走 黄泉路上无牢少 黄泉路上向上看 看不到日月星辰 向下看 看不到土地尘埃 向前看 看不到阳关大路 向后看 看不到青藤四林 有人会问了 死者的家属给死者烧去了纸牛 纸马 纸车 为什么不用这些工具上路呢 殊不知这个时候 亡人的灵魂还不能叫做鬼呢 只有进了丰都城 才能叫做一个真正的鬼魂 正规堂口的弟子就更明白了 有的时候给人买兽抢魂 就都是在这个黄泉路上抢魂的 因为还没进入丰都城 一切都还有转机 用现在的话说 黄泉路可算是一个多发事故地段了 现在想想第一次走黄泉路 心里还是那么紧张 那么酸楚 想到过去的亲人 在走黄泉路时的心情 为人子孙却不能尽孝送行 眼角泛出泪花 黄泉路上一路崎岖颠簸 各路灵魂有的哭嚎不肯前往 有的满嘴花言巧语讨好阴兵 有的迷迷糊糊一路直走 人的求生意识是最强的 但是上了这黄泉路又有几人能够还魂呢 任凭灵魂怎么哀求 怎样使出魂深解数逃跑 都挣不开阴兵手里这死亡的铁链 一路归去 任凭灵魂走得多累 鬼差都不会让你休息耽误行程 必须要尽快赶路走出这黄泉路 玩笑话说 黄泉路上是没有客店的 阳间有再多的钱财在黄泉路上也一样白费 墓地地都是一个地方 因曹地府封都城 因坚第三寨望香台 走出了黄泉路边上的望香台 老话说 一到望香台 远望家乡回不来 高高一个石台 发出阵阵阴光 作物路转之事 尚可回头张望 书写三个赤红大字望香台 走到了望香台 几乎就没有还魂的可能了 阳间的肉身这个时候 也差不多都到了黄金入柜装链的时候了 这望香台是南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体恤众生不愿死亡 惦念家中亲人的真情实义 发愿而成 让亡固的灵魂 站在望香台上 最后的看一眼自己的家乡 自己的亲人 站上了望香台 能看到阳氏的家宅 看到亲藤好友 看到了自己已经 为什么阴间人能看见阳间的人 为什么阳间人看不见阴间人 很简单 因为阴间的人曾经也属于阳间 在死后体内多少会带有阳气 而阳间的人就不那么容易简单阴间的 但不一定 有些人阴气过重 有时也会见鬼的 所以要经常出门晒太阳 不要总宅家里 尤其是地下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